新闻 哇哇哇 挖掘新闻内幕 挖苦新闻人物 我是郑鸿宜 我是余美人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哇哇哇 欢迎介绍青年特别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媒体工作者王磊德先生 第一位是律师赖方玉赖律师 还有也是见识专家谢松散先生 以及另外一位媒体工作者 转跑社会的戴智阳先生 欢迎四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么我们今天讲说死刑逆转 那因为这阵子被判死刑的还真是多 杀女友的那个47刀的那个死刑 然后还有那个夜店杀警案的 也是21个死刑 那这都是检察官求处 那只是起诉 起诉求处 那真正的判刑 21个真正的判刑还没有 一个都不会 我在这里可以预告 一个都不会判死刑 我说最后 哦 已经定转了 不是 那叫我们怎么讲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检察官很奇怪 检察官都求处死刑 对不对 可我们现在都可以告诉你 这21个都不会 最后的结果都不会判死刑 这也是台湾比较特别的 就是检察官求刑 跟最后法院裁定判下来的落差 达成率其实是很低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想问一下 很多可以免死的新闻让人不解 也就是说 他们是发生了什么灵异事件 让他们可以逆转 那么之前发生过一个许姓男子 涉嫌对同居人女儿性侵500次 然后又勒毙少女灭口 然后呢 这个嫌犯三年前因为被告性侵不满 先闯进少女顶楼家盖的住家 勒死少女后还假装成自杀 检警发现案情不单纯 抓到这个许姓嫌犯 当时他才坦承说一时失手用力过度 当时是用杀人罪起诉 一审二审都被判死刑 而且他的性侵原本也被判官 要2496年 OK 没想到这件事情 在最高法院的时候 刑事大逆转 台湾高等法院 跟一审以杀人罪改判无期徒刑 还可以上诉 那么当然啦 这个高等法院的检察署就 要提出上诉 那这个就是很特别的 为什么一审到二审 都是判这个死刑 到这个第三的高审的时候 竟然被改判无罪 那我们就先简单讲一下 这个许姓男子这件事情 他发生的起因 我就很简单叙述 也就是说这许姓男子 他当时跟他的同居人 然后住在一起 那这同居人有一个小女 就是小学的女儿 那当然他从这小 这个女儿从小学开始 一直到国中五年期间 他就不断地对他性侵害 对不断对他性侵害 那甚至他可恶的程度 就是说到国中的时候 这位他这位同居的女儿 还邀请同学来家里 来玩的时候 他都可以因为 从外面喝醉酒回来 直接把他拖到房间里去 对去对他性侵 所以说他其实 这几年来 因为这个少女 他自己平常有写日记的习惯 平常有写日记的习惯 所以他大概也有 很清楚的记录 那甚至在这段期间里面 因为他爸爸 他在外面 等于分居状态 对 生父 在外面分居状态 所以他还有不断地传简讯 给他爸爸讲 说他被这个叔叔欺负 那所以说 其实他爸非常非常生气 那也后面他爸去 鼓励 本来是鼓励他说 跟警方去报案 那可是他不敢 所以后面是 由他父亲这边提出告诉 对他父亲 那个 不能就寄父同居人 他母亲的同居人 提出 就许姓男子提出告诉 那当然后面好 这案子进入 我们讲第一关 警察官的程序 对 他前面记载517次 对 那问题是 讲起来很可恶 对 517次 517次就是一年一百多次 对 三个一回 对 那当然517次 你要怎么 有时候是口说无凭 我们真的讲 你口说无凭 当然也许少女指证丽丽 然后可能他讲得都很真实 但问题是 在那么多年的期间来 他这个许姓男子 他也当然不是省油的灯啊 然后他也可以提出来说 我当时都有好好抚养他 我的提款卡甚至给他 认他领 对认他领 然后这几年来 好像这种感情 如同这种父女 那当然后面 这许姓男子 交保之后 他还有去跟他 身负求情 说你拧哈 给我不要枯了 但问题是 他父亲 也堅持不接受这个条件 所以后面他交保期间 他就可能担心也东窗事发 最后终于一天东窗事发 或者说面对司法调查的时候 他走不过 所以后面他就回去 把他这个同姓的女儿给杀害了 而且杀害的那种手法非常非常残忍 他是用他那种 人家一般人在捕那种 山猪啊那种野生动物的那种 铁丝做的陷阱 然后把他这个脖子勒死 那当然我们后面就来讲 你怎么会说不够 你怎么会说很残忍呢 因为他改判没有判死刑的理由 就是因为法官认为 他曾抚育少女多年 这种抚养方式 这是抚育吗 还是把他当成竞篮 对不对 这是抚育吗 这样子的抚育五百多次 不不不 可是他这样就说 五百多次是因为证据不足吗 没有我们就这样讲 然后再来他说 然后你说那个杀他方式太残忍 可是好 基调我们再讨论了 你说杀他方太残忍 可是高院判认为说 他是没有用凝虐的方式杀死他 罪不自私 所以说你看嘛 我就说我们先不要讨论后半段 我们把前半段把它厘清 然后后面进入检方之后 我们当然讲 可能以法律来看 性侵不会判死 只有单纯性侵不会判死 如果只有单纯杀人 也不会判死 但是你如果性侵加杀人 那是有这个机会的 而且机会很大 对好 那问题现在就开始出在性侵这一部分 对他前面五百五百一十七次 你根本罪证不足啊 对就是说等于是罪证不足 所以他后面 只判他一次性侵有罪 那是最后一次哦 第五百一十八次哦 也就是现在争议最大的那一次 也是争议最大的那一次 那他只找了前面五百一十七次 所以后面性侵这一部分 本来判无罪的 好 对啊 瑞德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说一审二审判他死刑嘛 对 那后来发回更审 是因为五百多次证据不足 所以改判 那我问就是说 那当时检方的证据是哪里来 这个检方的证据当然是根据 等于说报案的所 因为他曾经求助于他的 等于说身父嘛 他求助身父了以后呢 发现不对 身父还把他接回来住 住了以后呢 事实上这个许姓的这个男子 就刑凶这个男子 还曾经侵入了他住的地方 就是他身父的住的地方 然后因为身父发现他跑掉 请记住 他有过这样一个动作 我为什么这样 他要干嘛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他来就是因为 这个等于说 这个女孩子说他被性侵嘛 所以身父要求 就是等于说要告他 要告他性侵的部分 因为在他未成年的这段期间里面 身父确实是可以这样子 要替女儿这样告就对了 那么这个许姓男子是说 要求说你撤回我的告数 你不要告我 因为我现在还在假释 如果你告我的话呢 连我的假释被撤销 我还会去扶残刑 那等一下我要上官司这样子 那他的最主要目的是这样 我为什么说他有一次侵入的机会 然后第二次又侵入了以后呢 在不行 他等于没有办法撤回高速的情况下 因为爸爸不肯嘛 身父不肯 他把他掐昏 再用钢丝把他勒死 我要讲的是 他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呢 其实他就有进去的那个意图嘛 对不对 意图就是你如果怎样 如果怎样的话 如果不肯 有可能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 又重新又进去 又做一次这样的一个动作 而且他是在外面 等他身父离开的时候 进去里面 他不开门 他把门踹开 所以那个门还有被踹破的痕迹 因为他后来把它 伪装成是他自杀的样子 然后警方去了又发现 这个门闹 有一个似乎的痕迹嘛 所以觉得说 这个可能是有问题 所以九天后才把他给逮捕就对了 现在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很多的网友哥们一样 是没办法接受这个官司的原因 是因为这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杀人 一个是性侵517次 517次其实是根据 包括他的日记 跟他的等于说说明 那时候跟警方 简单官这边说明 他是什么时候 怎样怎样怎样 算出来就对了 那死人不会讲话 最不公平的地方 我们法律的司法院的 这个天平是两边一样平等 理论上来讲 嫌犯被告跟原告应该是平等 可是死人不会讲话 所以在你被告 狡辩就对了 现在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好 517次呢 其实他那时候 我们刚刚讲嘛 判了2496年嘛 2496年是因为 一阵一阀 叠叠叠叠叠叠叠上去 可是理论上那些不好 我们最多就关30年 就是这样子 然后可是呢 他又有个杀人 因为他把他杀害嘛 杀害的时候呢 因为死刑 所以在一审二审的时候 判杀人不会死刑嘛 那你其他那个 2496年的话呢 就是 光华派天爱 去读刑30年嘛 两个就是 加在一起的以后 还是死刑 还是执行死刑 所以到后来 这个案子不断的 在高院那边 跟花回 跟很后来 过程当中 高院曾经把这个 所谓的517次的部分 判无罪 认为证据不准 人死啊 经济不准啊 这个部分判无罪 但是呢 你的刑期还在 可问题是 为什么检难官没有在上诉 为什么检难官没有在上诉 原因 因为当时认为说 官警就是死刑嘛 所以我这30年跟这些死刑来说 我何必在上诉 因为你判死刑了嘛 我就没有针对这部分在上诉 死啊 为什么 这个部分到了最高法院的时候 这个无罪 517次性侵的部分 定验了 无罪 可是在杀人的部分 又发回更审 结果现在变成死刑 变成无期徒刑 结果说 毕业517次的性侵 这后面还有一个 更可怕的地方 为什么 如果说只有这样的疏漏 也就算哦 结果只有一次的性侵 是成立的 为什么呢 因为是 就是在这个517次的 最后一天 9月14号 某某年 9月14号那一天 起诉的时候强调 9月14号之前的517次 对不对 可是只有9月14号这一天 有所谓的经议 那你性侵成立 对不对 高院把他判三年多 可问题是最后 还是最高法院把他判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9月14号之前 我们就来说文解制了 9月14号之前 不包括9月14号 所以对不起 我不能没有起诉的东西 我给你判刑 驳回 这个叫庶外裁判 所以驳回 回去了以后哪里 那你自立地检署 你要自己重新调查 重新起诉 就没想到没有分案 没有分案 八个多月也没有分案 也没有起诉 这个案子如果不是 为什么 没有人知道因为疏失 检方的疏失 对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案子 检方的疏失对不对 那我请教赖律师 我们从法律的角度 我知道如果从人性道德的角度 这个许贤是罪无可患 对不对 把同居人的女儿杀了 又强奸 可是我觉得犯罪贵在证据 对 那你说那个女生有写日记 然后有跟爸爸讲 传简讯 可是这如何能成为证据呢 我想做两个澄清 第一个当然就讲证据 第二个就是说 他到底是不是强制性交杀人罪 为什么刚才小代去提不一样 他不一样是强制性交 是强制性交杀人是杀人的话 他叫不一样 但是强制性交而杀人的话 他就是死刑或无期徒刑 那强制性交是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以你看他刑度是非常的不同 因此这个案子的关键在于 强制性交罪到底有没有成立 他才有办法去了解这个结合犯 就是强制性交的杀人罪有没有成立 那现在目前517件全部都无罪 用证据不足 那郑大哥就问了一句 为什么会叫证据不足 性侵案案子绝对是一个密室犯罪 不会有任何人在场 第二件事情 强制性交罪有第二个特色 他的证据永远是孤正 就是被害者指数 几乎都叫孤正 第三件事情 所有的性侵案子几乎都是回推 因为很少人 熟识者性侵害的案子里面 马上报案 几乎都是过了很久 你看517次 那516次以前 你为什么没有求助 熟识者性侵害就有这个特色 好 所以呢 强制性交罪的案子 熟识者性侵害高达7成 那定罪率多少 其实是不到一成 那换句话说 在我们性侵害防治中心 所被通报的案件量 直到司法到定验 有罪定验这件事是非常少的 都是问题就出在证据不足 那我们讲证据要需要有哪些呢 当然你有强制性交 可能譬如说刚才讲的经益 体益的部分 第二个呢 可能身上 如果说你有说不愿意 你的抵抗是什么 那我说日记可不可以 其实是我们目前 性侵害案子里面最常用的 日记或者是有创伤症候群的 心理諮商的报告 或者是他曾经有留下 一个往返的书信 或是一个email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 举例这个都会是一个证据 但是我认为有一件事 我认为性侵害因为他的孤证 跟密室犯罪的一个特质 在对性侵害案子的犯罪特性 证据的评价 司法应该采取比较宽的一个看法 我个人是这样的观点 那这边是不是有过度 你看信欠了五百多次 而且你还把他杀死 这件事情难道这样的证据的评价 是因为只是因为日记不够吗 其实我们很多案子 是这样是被成立 没有啊 可是这个过程里面是检方的一个 那就是对到 那就是第五百 那边八次 因为你没有再上诉啊 所以那边变成就是 你没有上诉就是定验的啊 另外一个案子 所以现在要追究责任 然后要重新起诉 我们先休息一下来 他们现在是对这一件 要重新起诉